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我們空台顯示屏這邊 顯示屏這邊有一個灰色的按鍵 就是在ABCDE選擇鍵的下面有個登據菜單 我們來看一下登據菜單裡面有什麼功能 登據菜單裡面有一個定位 登據不包括XY 這個來跟大家講一下怎麼操作 我們一般提燈按定位 大家可以看得到登據的話 基本上都是垂直出光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在一個定點上面 我打在一個定點上面 我現在按清除 然後我們現在重新提燈 我們現在定位的方式的第二個就是在登據菜單裡面 然後我們直接點定位登區不包括XY選擇A 大家現在可以看得到它就在定點出光了 就在你登原本的位置這邊出光了 所以我們定位的話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定位垂直出光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登據菜單裡面 有一個定位登據不包括XY 有這兩個 對所以大家要記得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登據菜單裡面還有一個 對齊燈具跟對齊屬性 這兩個功能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齊燈具跟對齊屬性是怎麼操作 那我們現在先提燈 我現在提這一台燈 然後 我打在一個位置上面 然後我給它一個顏色 然後我也加上 加上臨近 那我現在的話我要其他的燈 全部來對齊它的位置跟它的屬性 我現在第一台燈 我們剛剛點了第一台燈 這一台燈嘛 一樣 先飆亮它 然後後面的對齊的那幾台再提燈 對齊的那一台先點亮 後面對齊的再提燈 對齊的提完燈 我們在燈具菜單裡面 直接點選一個對齊燈具 大家可以看得到現在的效果 對齊燈具位置 它連屬性也對齊過來了 然後其他的燈 對齊的位置也是一樣的 它的等於說它這個定點的數據 全部都是對齊的 然後還有它的屬性 紅色的 然後又帶上了臨近的功能 所以對齊燈具跟對齊屬性 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翻轉燈具的話 大家可以試一下 翻轉 等於說是翻轉XY而已 翻轉垂直水平 就是翻轉XY而已 翻轉XY而已 然後我們再往下面看 還有一個紅命令 對不對 有個紅命令 紅命令的話 主要的話就是讓大家來做 開拋滅拋跟副位的操作 就在紅命令裡面 那我們開拋滅拋 紅命令的話 你記得在燈庫裡面的話 你就要把開拋滅拋的數據 寫在燈庫裡面 那我們配接的時候 空台才會有這些數據 才可以進行開拋滅拋的操作 所以燈庫的話 大家都要先做好 大家要先做好 就在燈具菜單裡面的紅命令 可以進行切換的 可以進行我們燈拋的開拋 還有滅拋 滅拋的功能 對 我們再往下面翻頁 有一個反選燈具 反選燈具的話 基本上這就是 你選上的燈 然後我們如果選用反選燈具 你原本選上的燈 就被關掉了而已 就是只有 基本上是這個效果 反選燈具 等於說也是 把你提的燈取消掉了 把你之前提的燈取消掉而已 往下面再看 還有一個 反轉水平 反轉垂直 這個的話 就是單獨翻轉的 我們前面翻轉的是 X 等於說前面翻轉的是 垂直跟水平 是一起翻轉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翻轉的話 可以單獨翻轉的 可以單獨翻轉水平 或者是 單獨翻轉垂直 然後接下來是 臨時移除圖形的效果 臨時移除圖形的效果 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保存了一個內置圖形 我們現在先調用一個 內置圖形 我現在調用一個內置圖形 進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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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剛剛保存的內置圖形嘛 對不對 然後我如果 現在我要臨時讓它停止 我要看它的起始位置在哪裡 起始位置在哪裡 我們一樣的 導入 先把數據先導入進來 導入進來的話 燈區間會自動提燈的嘛 對不對 我們再把 燈區菜單裡面 臨時移除圖形的效果 把它移除 我們本來調用的內置圖形 它就不動了 大家看到它不動的 對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原始 起始的位置在哪裡了 對 那你 這是臨時移除而已喔 大家 清除 清除數據 再推上去 我們的燈區的話 一樣的 開始在運行 一樣的開始在運行 對 那我們燈區菜單裡面 基本上是有這幾 這幾樣功能在裡面 對 大家 到時候操作的話也可以 試著去看一下 試著去看一下這個 登記菜單裡面的功能